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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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等一下要鯊魚 等一下我會教你們怎麼 先打開Excel,我先教你們Excel 我直接傳給你們就好了 好了嗎?要開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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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连到网路 把你们的麦克风关掉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如果跨成几个 基本模式就是四个 最少要十个 它的关键就是说 这边的人他有自信 然后这边的人有自信 这边的人有自信 这个是组织一次 然后还有组织一次 然后组织一次 这个大家手头上看到这一份文卷 你要看到手头上有一份文卷吗 那一份文卷呢 我们就用ExcelKey 那我先跟你们讲一下要怎么Key这个东西 你可以先开一个先开一个新的Excel档 先开一个Excel档 那你就可以等一下就可以练习这个东西 那我们等下要跟你练习一下 那我们先看我们之前Key完了 第一个 单位 文卷拿来 你在右上角的地方都要写上你的单位 然后像这个单位 你们手头上都有单位吧 那你看单位这里 按右键 然后插入注解 在这里按插入注解 这个地方可以按插入 然后 插入注解 插入注解 你有看到插入注解 插入注解 有看到吗 这样可以 好 右边这边就像这个可以按插入注解 有看到吗 你就可以插入一个注解 那 像这个我们插入注解 插入注解之后呢 你就可以依照你的编号 因为 所有的Excel里面他只会分析数字 他会分析文字 所以你的文字呢 等一下我们就会去编辑 可是在Excel里面我们就是写你的单位 像我这一份是综合国小 那我这一份的就是10号 那你就可以给他编号 那第一号 第一号 这样单位OK 好 第二个呢 每一份都要有编号 每一份都要有编号 一二三四 你就写在这上面 就要给他一二三四 所以宇德 你这个是没有写编号 在这里 对 那你写在哪里都OK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找得到这个是几号 但是这个编号就不是很OK 因为你编是每一组的编号 对不对 像这个是 这个是综合国小的一号 对不对 不然你们右下角看到是几号 五十几啊 对 要全部接下去 没错啊 可是这个是一号 这个应该是 你这个一号应该是 因为综合国小是 你看到 综合国小应该是十几 因为前面有另外一份建德国中的 综合国小应该是十一开始吧 对不对 所以综合国小在这里是十一 综合国小的第一份应该是二三六才对 不然你现在手段上看到是几号 正义国小你是几号 对 正义国小应该是后面的 所以这个编号跟这个就不对了 对不对 是吧 所以你的你那个编号跟这个是没有没有对到的吧 二三五以后的啊 所以要再加上二三五 对 所以 所以你那一份 你那一份是几号 五十一加二三五是 五二八四 所以你是 二八六你是这一份 所以你看你的学校是不是五 你的学校是 呃 年级是三年级吗 三年级然后他舔的 在那个是沟海洋文化 只有沟海洋文化而已 活动进化是沟一 然后第一题是 五 然后后面两个空白 对 所以 只要你对得出来怎么变都OK 啊这样这样了解第二编码了 那最后是一路这样编下来 所以今天早上EVA那个 你不能分割什么 你就只能一个档案里面 那你要分类别都在这里分 所以你不要这里一格 啊这里一格 他就是一个数据这样 那你要分类别 例如说我今天是A班的B班的 你都Key在一起 那只是在前面多一个班级就好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都Key一个资料 好那这个是学校的 所以你看学校一二三四就是 有这个学校 然后你就加入注解这样 学校然后插入注解 然后年级是几年级 就依照这上面 然后年龄性别 好那接下来就是海洋文化 这个你看这个前面的栏位啊 一二三四是不是依照一二三四K 好然后第五个 你曾参加过的科学活动 这是负选题 所以负选题的话 如果这个是单选题 还是负选题 单选如果是单选题的话 就是写 一个每一个选项都要都要一个一格 然后只要他有勾就是一 没勾就是零 负选题是这样算 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他的比例是多少 这样子了解 好然后再来活动经验 活动经验这里也是负选题 好呃 你是否 参加海洋科学活动 这个是单选题吧 这是一跟二 然后参观过哪些场馆 这个是负选题 有的话就是一 那没有就是二 好那最后 我们先做这个那个 先做那个个人背景练习好了 请你在excel里面 开个excel档 把你们手的上这个把他踢进去 好吧来练习一下开始 继续哦 你看 我们姑且以这个背景变向 所以第一份踢的就是 呃第一栏到到时候读取的时候 这一栏都会读进去 那单位 编号 姓名 学校 看是什么学校 然后年级 年龄 性别 那如果是两类的话 像这个是一跟二 那你在这里如果没有key 你就不会知道到底一是什么 二是什么 所以最好是在这边就是key key入 一 一等于男性 然后二等于女性 那 呃 如果是两类最好用零跟一啊 最好是零跟一 那这个为什么零跟一 因为后面分析的时候 零就会等于是把 所有计算就变成零 那就是两类 一跟有跟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好所以key 零跟一是比较好 那一跟二也不是不行 一跟二也不是不行 像男生女生比例 我们如果算起来一跟二 他算起来可能就是一点六 那一点六你就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可是如果算起来是零点六 那你就知道什么意思 对 就是一的那个比较多嘛 如果一是男生 零是女生的话 那就表示男生占百分之六十嘛 对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他可能是六点九七 那你就可以知道男生占百分之六十九点七 好所以两类尽量可以key 零跟一 那这个就是有跟没有 有勾跟没有勾 那你就知道这个比例有多少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到变数啦 你看到这里有量表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所以这是七点尺度嘛 那七点尺度 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有分隔开 那个叫做构面 就是一个变数 然后好多个构面 对不对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是第一个 好那这个叫做海洋科学学成效 所以你就给他一个代码 像我们就给他叫做MS 然后这个叫做MS 第一份 然后A1 那这个呢 其实MS 2 然后这个是A2 A第二个 然后MS3 这是第三份嘛 然后在这 A3 然后MS4 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有第二个构面啊 然后这个是A5 A6 好 这个是A7 好那在这里呢 第八个也是第八个构面 A8嘛 那第九个你看到第九个他就到另外一个构面了 第九十十一所以我们就会到MS9 B1 然后到这里就是MS9 B2 好 你要这样Key或者是直接打B3 直接打这样也可以 就看你自己怎么Key看得出来就好了 这都不影响 对 你要分开有什么都可以 好 那就这样请你把这个先练习把它Key完 那你就会知道怎么Key了 好 那 这个是B4 好 那这个MSKey完之后啊 后面还有个MC MC 他不分构面 那你就直接一二三四这样子 好 那至于在Excel里面怎么用呢 就是MC1 你看这个MC1 Key上来这里 如果是MC1 直接拉过来就好了 他就往后一直拉了 这个你们应该会吧 那这个总共有13题 好 这你给他代码 那个MS是海洋科学Marine Science 那MC是Marine Citizenship 所以你给他代码就可以了 勾面 你知道的话你就写 不知道你就要给ABC勾面就好了 所以我们到时候在计算的时候 因为第一题 第一题叫做海洋科学 海洋科学概念 第二个叫做海洋 第二题是海洋概念 第一题是 一题知识 第二个是现象 第三个是素养 第四个是技能 第五个是动机 那这个 你不用写啊 你就是只要写ABCD就好了 好 来 开始 他有学生量表嘛 对不对 那也有一个老师 那这里有个老师 那老师的部分呢 也是跟这个一样的key 吧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啊 就是 老师跟学生的编号 必须要对应的上 就是这个编号啊 第一个是哪一个 你看到这个编号是学校对不对 然后这边就是学生的编号 学生的编号就是 这一个班级 所以这两个要对应啊 所以你看 一个老师他可能对应这么多学生 对不对 那两个这两个档案 要分别在两个记事本里面 但是要从一个里面 这等一下我们读过去的时候 还读成两个档案 因为待会如果要做做老师跟学生分析的时候 就要两个档案一起读 这样子了解啊 好 所以我们有一个老师的档案 一个学生的档案 在不同的技术的里面 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 好 那我们就打开SPSS 如果你打开SPSS的话 我打开一个新档案 好 开一个档案呢 这个是SPSS 他的基本功能就是 左边有一个资料档 那右边是变数检释 一个是资料检释 一个是变数检释 那请大家做 把刚刚的档案读进去 好 怎么做呢 这个很关键哦 因为很多人都读不到档案 请你先打开档案 然后找到刚刚你存的那个 我给你那一次的档 然后找到一个档 你会发现他没有东西 对你看他都没有东西哦 一定的 因为你要在下面这个档案类型 这里点一下 然后点那个ExcelSLS的这个档案 点了之后他就出现了 点了Excel他就出现了 然后请点这个全Key剩下和平岛 现在和平国小六年级这一份 对 然后在File 那个File of the Optics 那里 可以吗 点这个 对 有吗 找得到吗 一定你可以开你自己的档案 所以你要找到这个下面要点开那个ExcelS 有找到吗 那你就把它打开 不是SPSS 是ExcelS Excel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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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跟你讲 好我们先开学生那个工作表 你要打开 他会叫你选工作表 有两个啊 第一个 你要不要把第一栏 读成他的标题 所以这为什么要Key在那一栏 因为他等一下那一栏就把它Key整变出名称 所以你要够这个 那一般他预设会够啦 如果你不要的话 他就就不会够这样 然后你点第二个 我们点拉 点一下这个Workship工作表 的学生的这个 714 可以吗 然后按确定 有了吗 好这个过程呢 就是你ExcelKey完之后 这样一定就会进入到这个步骤 就是读过去SPSS 你要读过去SPSS 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存档 对 刚刚那个其实也要存档啊 那请你建议你储存Raw Raw是什么意思 对 Raw就是原始档 真Raw的意思啊 2021 0129 你知道写这样就可以了 那请你存档 没有Raw 然后要学生哦 因为这里要有学生 因为你等一下会有老师嘛 所以Raw学生 Raw学生 然后今天的日期 然后存档 好 那同样的我们再开一个 要开老师的 好 好 点开 打开档案 开这个资料档就可以了 然后找到你刚刚储存的那一个 刚刚储存的位置啊 然后打开Excel 然后点那个档案 然后按确定 那这次我们打开老师的Walkship 老师总共有30分嘛 A1到A30 按OK 好 那一样老师的部分要先领存信心档 一样是Raw 然后 计权 好 以上存完两个档案 OK吗 好 那接下来 我们两个步骤 是要检错完之后 我们要做反向体 那刚刚 反向体怎么看 就是 看这里有没有 2.5 2.5 2.9 好这里 这两天明显是反向体 但是反向体你要看你的内容 我们内容怎么设计的 就是我们内容是哪些设计的 然后 那我们就把这两体反向 那因为是7点尺度嘛 所以当他填 填7的时候是等于1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叫做 转换 然后转换成相同变数 那就会取代掉原来的变数 转换取代原来变数 然后我们把6跟7把它丢过去 两题都可以 6跟7嘛 Transform 然后Record into same value 然后丢过来之后 可以哦 丢过来之后 就值跟心值 然后就值跟心值 1的话 左边是就值 右边是心值 1变成7 2变成6 3变成5 4不变嘛 那5变成3 6变成2 7变成1 好 然后按确定 6 mc6跟mc7 然后按确定之后 按确定他就转了 所以你再按一次 居心统计 然后再按一次你就发现 刚刚的2点多现在就转过来了 好 以上完了之后 还是要记得存档哦 这个都还是在原始档哦 好存了之后 先点 刚刚的肉档啊 我们存过来我们就不动它 然后点过来之后 我们就是可以再打一个肉的 减错 那为什么叫减错就是我们整理过的资料的原始档啊 这还不是分析档哦 现在只是我们减错档而已 然后存存 好 在信度里面呢 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全面的信度 所以请按分析 然后有一个叫做尺度 然后有个信度分析 scale reliability 好 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做第一个信度 那信度我们分两种一个是构面信度一个叫加总信度 然后你看 这个就是整体信度 那我们现在有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构面嘛 一个变数六个构面 那我们就要算他的构面信度跟他的整体信度 那如果整体信度了我们就把它所有都丢过去 1到29 那请你在选项这里 点一个叫做如果把尺度删除后 删除后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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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确定 按OK 好那他就会出现这个信度啊 虽然把尺度是0.945 那他这边就列出来 如果你把哪一个删掉之后他会变 变怎么样 这个删掉就变成 那基本上呢都没有变 所以我们就不删除 这是整体的好 那接下来就是构面的 所以这时候就用到我们刚刚用构面的那个 一样尺度信度 然后呢我们刚刚是不是会有列哪一个是A哪一个是B 这时候就用到了 对不对 A1到8 丢过来这是构面信度 一样在这里勾这个 如果刚刚已经勾完你就不用再勾了 按OK 好那你就发现第一个购面是0.879 对不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 总共要做六次啊 尺度 然后把B的丢过来 B1到B14 到B13啊 这是13 13吧 对13 1到13 1到13 13而已14没有 好 好 那这个是0.803 好 接下来再按第三个 Scale reliability 那这个是14 15 16 17 14到17 14到17 0.758 好那你看0.758 如果删掉第16 他会变成0.762 但其实没有差多少 我们最少要低于高于面器啊 如果不高于面器 就就会有问题 最少要0.7 所以这个还勉强可以接受 但不是很好 最好是0.8以上啊 啊 他表示内部比较一致 那表示这一体第16你不太合选 你可以看哦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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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9 19 construir 19 不是很融入但是 还勉强可以接受 这样了解 到这里概念了解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做 有点不行 所以你要了解变数构面了变数构面的题目 他就是三层 一个变数里面有很多的构面 那一个构面里面有好多个题目 等一下我们会用 来计算成一个构面当成一个分数这样 好接下来分析一样尺度 然后再来就是 D嘛 ABCD的D 目前都还没有太大问题了 D是18到22 等一下最后一个就有问题了 0.840这也没什么问题 0.840 那 这已经最大了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应该是会有问题的 最后一个会有问题 原因在说 他是他有反向体好 0.772还可以接受 那你看有没有 m ms27 你看到ms27删掉之后就变成0.849 那我们来看一下 ms27 这一集 我只能有 他可以生日是能有项目的 我只能在 活动会意 什么事 刚才 在这个项目里面 这叫做心理 这个是 心理影响 有关于溺水这一个 你有发现 他的状况是 跟其他人不一样 所以这个0.849 这个 他跟其他的这个 跟其他变数的相关是只有0.0209 也就是说 这一体跟其他明显是不合群的 那明显不合群怎么办 你就不能计算他 这样了解 不然这个计算进去就会有误差 所以我们就不要算他 那我们不要算他我们再算一次 再用一次 把27拿掉 按OK 那你就发现变成0.85 850了 所以表示这题是没问题的 27我们刚才没有反向他 我们刚才是MC6跟7 这样OK 那MC一样 MC还要做一次 scale reliability 他只有一个构面 好MC也会有问题 因为反向的 他就会有问题 这个丢过来 你看0.810 有没有人是不合群的 有没有 你看MC6跟7 超不合群的 有没有 我们如果把MC6拿掉 我们就会有0.845 把MC7拿掉 会有0.825 那我们要看一下 那这很明显哦 你加了这个 因为他跟其他的关系 0.028 有没有 他跟其他又没关系 所以这时候呢 最好就是把MC6拿掉 所以我们就再做一次 把MC6拿掉 所以你要 那反转不是摆做了吗 对 就有这个状况 所以有一个就是测谎题 测谎题就是 他如果都可以一样 你就把它删掉 就把它视为无效文卷 你也可以这么做 好 对 如果你的样本够多的话 好 那丢过来 你看 这个如果再把MC7拿掉 他就变得0.873 因为他也是0.091 他跟其他的也很不合群 所以我们也把MC7拿掉 那这样不就回头到说 那为什么要设反向题 不是压给吗 对 是压给 对 因为你设反向题 就会出现这个状况 因为学生他不见得会认真填 那你说那社会科学不做 对 就是这么个问题 就是他不认真填 那不认真填 那不是样本都没用吗 好 关键就是你的数量够大 你就有办法去 把那个乱填的那一些人 把它排除掉 这个叫做中央极限定理 这样了解 所以为什么实验要做很多次 你可能采样要联系做10次 原因是在哪里 因为10次里面 可能有一次是BIOS 对 那你10次里面有一次BIOS 你就因为你做了三次 你就会扣掉百分之30的BIOS 所以你连续做20次做30次 所以你们老师会叫你们做一次 他会叫你最少一定要做到20到30次 对啊 所以你最少要做30 因为小案本是30 所以怡婷就会回到怡婷的问题了 那我只有两个班加起来 才四十几个人 那怎么办 对 就一个误差就误差很大 因为你要看的是整体的状况 所以样本能够越大越好 所以我们在采样的时候 就这样越大越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明明手管做完一轮了 还要再继续做 因为这样800多分 我们最少可以把那个误差的 一个人的误差 就只剩下0.01而已 这样了解吧 你做1000份 你一个人的误差 这个刚刚填的本来是1 它填成7 它的误差6对不对 可是它只有千分之6而已 就不会很大的影响 好 这样了解 所以这个我们也把它拿掉 那我们把它拿掉之后 我们按确定 你会发现我们的信度就0.0876 就变得比较好了 好 以上来先做一下 这几个信度分析 那信度表做完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归整成这样的表 就会知道说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多少 这样 OK 好 来 请 偷走 这有点困难哦 变速转换 然后计算变速 compute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计算第一个变速 叫做海洋科学学习成效 叫做总变速 好 我们先从每一个小变速来看好了 好 这里 我贴到这边去 我分别贴给你们 好 那你看到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叫做 议题知识 那我就先把 议题知识框起来 我首先第一个要先计算 议题知识 所以我就下计算 然后把议题知识贴过去 那一直是谁 一到七对不对 对 一到七 所以我就会在这边请你在右边 方讯功能功能群组里面 拉到最下面 有点困难哦 拉到最下面 然后点一个统计资料 那统计资料里面有一个 平均数 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 我们等一下就要把一到八丢过去 那一到八丢过去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点两下 或者点这个箭头都可以 点两下跑过去 对不对 然后小逗点 这个小逗点 就是下面的逗点 然后再点 然后再逗点 再点 这个表示说我要计算挂号里面 后面那个温号化掉 我要计算这个挂号里面的这些变数 这个跟Excel的概念是一样 好 这个是一个方法 这样了解 这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方法更简单 你直接给他程式 第一个点进去之后 空一个 写TO 从他 然后再空一个到他 所以他是不是讲 这里的功能件叫做平均值挂号 MSEAEA 到MS8 这样了解 那你按OK 那就会产生一个结果 你看 Compute 这都是程式码 Compute 议题知识 MSEA 这个 然后下面Exactive 就是执行 好 那他就会产生什么结果 点这个 你回到我们的变数检视 你看 在变数检视的最下面 我们就多一栏 有没有 议题知识 有看到吗 对 那一样再做一次 Compute 然后第二个变数 再把它丢过来 现象概念 好 现象概念 然后一样是 第二题是 第二题是什么 9到13 所以一样是9到13 to 13 然后按确定 那又有一个一提 现象概念 有没有 然后再继续往下做 好 如果你们已经会 你就可以继续往下做了 好 可以开始 基础素养 好 这个步骤就很重要 因为这个叫缩减维度 14到17 你当然可以写 1加1加多少除以 为什么不要加 用加起来再除呢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用加起来再除 如果它是空白的 没有遗漏值的 它就会变成是零 可是如果是算 Mint 用Mint来算 它不会算遗漏值 这样了解 所以你不能用 加起来再除 我以前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老师教我加起来再除 我就发现 它有很大的bug 因为你会把遗漏值的 那个部分 可能变成零 对 气酸变数 48 所以你要看你手头上的 那个 问卷 所以问卷一定要在手边 大家记得 我们刚刚27是删掉的 所以最后一项的 行为动机 我们是没有27的 不是 是20 那个心理影响 行为动机三体 然后这个部分很重要 因为这部分做完之后 差不多了 就可以开始进入资料分析了 好 所以 所以要确认是26 斗点 28 29 这三体 好 那这样算完了 就全部的 好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1到20 好 你看到 还有一个重要的 全部加总 请看一下这里哦 这个叫做海洋科学学习成效 这个就全部的哦 那全部的怎么算 因为我们没有27嘛 所以我们就算这样子 ms1到2 ms26 然后再逗点 28 29 对 这是我能想到的方式啊 如果你没有想到更好的方式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 这是我想到的方式 这里给他一个程式嘛 然后到这里 如果那二七了 好 那再一次 26 对 27 我们就不要了 这是我想到的方式 你只要程式嘛 对了 那就没问题 好 那那叫你要不要 改 出生料源来的 那就按确定就好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好了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哦 就是海洋公民精神 所以在compute 海洋公民精神 这个是有构面的状况底下 我们会做这个 那 像伊婷那是没有构面的 这个 然后我们没有6跟7嘛 所以这个你要很清楚 你自己要分析的是什么 没有6跟7 我们就是8 或者是ms到ms5 ms8 mc8 到mc13 这样也可以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只要程式嘛 对了就OK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的 量表里面 就会有这些东西了 我们的变数就全部出现了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分析的东西 资料档就在最后面 那像这个V159是多的 你就删除就好了 好 请你把这几个做出来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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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